为什么北京西域门的小钓驴汤成了好几代人的回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清水润肺的小钓驴汤 首先将银耳泡发 摘进掰碎 选两个大个儿的雪梨去糊切成块 锅中加水 加入银耳 雪梨和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 小火固度半个小时 等到汤发愁发粘 基本上就淘化 雪梨和红枣的香气四处流化 冬日里这么一锅暖暖的养生汤 真是太及时了 既润阳又美味 享受冬天